富比市华人富豪榜名单出炉 香港长河主席李嘉诚 以333亿美元的净资产 再次蝉联首富 不过李嘉诚说 内心富贵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最近中国热钱冲击香港股市 李嘉诚也呼吁投资人谨慎靓丽而为 李嘉诚周一出席长河系重组的股东大会 会后被问到蝉联首富的感受 对于近日股市急升 他呼吁股民要亮丽而为 另外李嘉诚旗下的长河系重组议案 均获得长河和黄公司的股东 已超过99%的赞成票通过 他表示两公司合并后派息比例增长 李嘉诚今年1月宣布将公司重组并牵测海外 被认为看淡中港经济 新唐记者梁珍 香港报道